您好 欢迎您 欢迎您来到《调量不可能》 我叫盛金龙 来自湖南诸州 是中国中车电机有限公司的一名维修员工 中国中车 造高铁的那个 中国高铁那可是现在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像和谐号那种 而且不仅在中国 现在已经把我们中国造地铁 都造到了印度 造到了美国了 地铁里面也做 总结一个称呼就叫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 对对对 所以盛师傅刚才说您自己的具体的工种是维修工 是一名前工 对对对 我们前工就是说有一些日常的维护 维修 还有保养 然后以及后期的改进的工作 五年了 那您今天的挑战项目是什么呢 我挑战的项目是蒙着眼睛的错钥匙 蒙眼 错 其实像我们说的配钥匙 配钥匙 盛师傅说了 他在单位号称天下没有他打不开的锁 这吹过了 吹过了 今天我们的挑战 不是刚才我们挑战者说的一句话那么简单 蒙着眼睛配钥匙 我们给挑战者设立了非常难以通过的关墙 我们首先掌声有请我们 每场位挑战者准备了一个三米的高台和一百把钥匙墙 评委将从一百把不同的锁中随机挑选三把 以此锁住高台上平行放置的三个锁箱 然后选手要以闯关的形式 用错刀复原钥匙进行极限开锁 连闯三关 每关限定时间仅有35秒 连续打开三个锁箱即为挑战成功 如果挑战失败 挑战者必须再从第一关重新开始 挑战者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要看一下吗 来来来来 我们要不要检查钥匙 可以过来看一下 我们看看那些什么样的钥匙 什么样的锁 锁 我们全都是找的一种规格的 您现在不能看 接下来他们三位就要开始挑锁了 这个过程您是要回避的 所以来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等待位 这个技能就能记住了吗 这把掉到底下来都一样 无所谓 您可以随便 为了验证挑战的真实性与严谨性 小萨在现场临时打乱了 一百把锁的原定号码顺序 接下来我们把三把锁交给我们的挑战助理 来谢谢三位评委 谢谢请回座 三位挑战助理 先把第三关的钥匙放到第二关的柜子里 对 第三关是一个空箱子 把他的钥匙放到了第二关的保险柜里 第二关的挑战助理将锁上之后 把自己这把锁的钥匙 再锁进第一个保险柜里 挑战助理 锁上第一个保险柜 第一位挑战助理 把第一把钥匙放在我们的挑战台上 本次挑战需要连闯三关 第一关 挑战者要在35秒内 看着钥匙样本进行配置 打开一号锁箱 取出二号锁箱的钥匙 观察并记忆 第二关 挑战者要在35秒内凭借记忆 复制钥匙 打开箱子 得到第三关的钥匙并记忆 第三关 挑战者要蒙住眼睛 凭借记忆 在完全看不到的情况下 仅靠手上的触感 在35秒内 打摸出最后一把钥匙 打开锁箱 每一关限定时间结束后 装有下一关钥匙的锁箱 将坠落消失 如果挑战者 未能在35秒内 打开关口的锁箱 则气球爆炸 宣告挑战失败 挑战者进入挑战位 圣经龙师傅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我宣布挑战者 第一次挑战 开始 计时开始 在走光的 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可能的 我也做过钥匙 但是时间可能 35秒 做出一把新钥匙 分秒比真 观察力 记忆力 速度快 所以这个挑战 是很困难的 普通前功 在一对一对照的情况下 打磨一把钥匙的时间 需要三分钟以上 或使用精密仪器 进行辅助 而圣经龙在 诸多限制条件下 仅靠纯手工打磨 只有35秒的时间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 极其困难的挑战 圣经龙 能挑战成功吗 哇 35秒 好快啊 我吓死了 我吓死了 好 第二关 计时 开始 开始 他看钥匙 几秒而已 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第二关挑战提升了难度 圣经龙没有任何钥匙样本 实时参照 将仅凭记忆 来对比配置钥匙 这样艰难的情况下 他能完成挑战吗 十 十 九 八 六 5 4 3 2 1 别吓人 我的天 没关系 没关系 紧张可能 操成的那种心理压力 让我一直在迷茫 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我觉得35秒真的是太 太急了 太难了 我觉得这个计时器 是不是跑得快啊 30秒你想能干什么 他要错一把钥匙出来 确实第一关您就已经知道 这个难度有多大了 没有想到第二关第三关 确实还有这么多的大的难度 在等待您 所以第二次挑战 我们会全场配合您 保持安静 三位评委请过来挑选三把锁 圣经龙的第一次挑战宣告失败 评委将重新随机挑选三把锁 由于两次挑选的锁完全不同 圣经龙无法根据第一次失败的经验 进行调整 他将重新回到起点 进行新一轮的挑战 这次他能挑战成功吗 我们三位挑战助理的准备工作 已经完成 接下来掌声有请挑战者 进入挑战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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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让我一直在出汗 拿错到会滑 整个会影响他手感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那么轻松的可以实现 好 我宣布挑战者第二轮挑战 开始 计时开始 好快啊 还有二十秒 还有五秒 还有五秒 继续开始 圣师傅再次闯到了第二关 这一次他用了更多的时间记忆钥匙的形状 他能够凭借记忆配出合适的钥匙成功闯过第二关吗 还有二十秒 还有二十秒 好 还有十秒 不着急 还有十秒 还有十秒 您把时间用足 不着急 二 好 戴上眼罩 准备 我觉得第二关已经很难了 就是靠记忆去复制出那把钥匙 而最后是盲错 我觉得特别特别不可能 准备 计时开始 在难度最大的第三关中 圣金龙不仅需要记忆钥匙的形状 而且还要蒙上眼睛 只凭手上的触感来配置钥匙 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下 圣金龙能完成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吗 还有二十秒 不着急 手指要小心 这个挑战太困难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还有十秒 十 交 九 八 七 六 四 三 二 一 成功 完全投入到状态里面 我从取下来开始 我就觉得这个是成了 确实 好快啊 所以我特别感动 他下来的一刻 我觉得我的眼泪都要疯出来了 但是这个其实还只是他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了 平时你们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技能比赛啊 有 其实我这练这个就是因为咱们公司之前经常有一些这样的基础技能训练 训练很枯燥吧 就是说想的一些招 就其中就有一个项目就是搓钥匙 这个这个束控机床已经很发达了 还需要你们的手工这么精准吗 就说个例子吧 前段时间咱们公司有一台进口的设备 一个零件坏了 然后又赶时间 就说我就跟师傅一起研究 然后自己就说想办法 就制作了一个替代的零件 安装上去以后 就从修那会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是不是也觉得有你这样优秀的员工很幸运 我其实觉得咱是中车人更幸运一些 我觉得非常以中车为荣 三一号也是咱公司做的 到现在就是满地好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和谐号是吧 都是咱们公司做的 其实就觉得很棒很舒服 王老爷说我今天往这一站 我说我中车的 大家给他的掌声是相当的激烈 非常有面子是吧 中国高铁和载人飞船和探月工程 已经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突破 圣师傅这样的一个兢兢业业 清清恳恳也默默无闻的一个群体 所以今天的这个挑战项目 虽然挑战的只是一枚小小的钥匙 但是在小小的钥匙背后 我们有这样一种精神 在为我们大家共同的中国梦提速 所以像圣师傅这样的一个群体致敬 您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的回答肯定是能 过了 进 好 我们有请圣经龙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作为一名高铁人 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 找到一把人人都有的钥匙 倒到一类精密复杂的高铁别车 创造它的人都应该有一颗匠心 专注 执着 勇于挑战 就没有不可能